大林慈禧医院举办御佛 感谢亲恩 佛恩 众生恩 副院长陈清晨 后天要前往尼泊尔 正在议诊 他除了祝福病患早日康复 也希望尼泊尔的民众 赶快充建家园 一致迈开步伐 大林慈禧医院医疗团队 在禁私经社法师带领下 进行御佛典礼 御佛生 静自新 同时提醒站在医疗最前线的 医疗同仁勿望出发心 而站在御佛队伍中的 陈京城副院长 在心里为尼泊尔民众祈祷外 也即将前往尼泊尔 正在议诊 将悲心跨越国度 最近有点感想 真正不变的是无常 尼泊尔这次的灾情 是还蛮严重 我也是能够祈求 这当地的灾民 早点脱离这样的困困的环境 然后离古得乐 一方有难十方持缘 众人虔诚祈祷 愿天下再也无灾难 人间祥和 答案新闻 吴云芬 李星宏 吴振龙 嘉义大令报导